这是1936年11月8日 上海第二期受训公民毕业典礼现场录像 当日早上8点毕业典礼在上海龙华飞机场正式开始 现在是寄生期礼后的阅兵室 此次毕业的受训公民有10个大队55个中队 以及赞边与济南大学校工两个副队 共计7878人 主席台上是出席毕业典礼的军政商界要员 镜头展示的有此次阅兵的检阅长 担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成 和蒋介石的把兄弟时任松户警备司令的杨虎 以及黄虎一期及日本陆军师官学校第17期毕业生 时任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处长的杜新如 此外还有内政部的代表葛建石 以及上海商界大佬市参议长王小赖 关于上海市公民训练 其第一期在同年夏天结束 根据上海市公民训练处发表的告示民书所言 公民训练的目的是完成训证工作 增强市民军事和政治常识 养成市民的集团生活习惯 健全市民身心发育 造成国家独立自由的实力等等 现场的上海市长吴铁成海表示 公民训练对上海都市唯米之风 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以及能为国防力量做积蓄 镜头中是行分劣势的 二期毕业公民陈恒烈正部经过解约台 对于受训人员的划定 要求是上海市区域内无论籍贯 只要年龄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 都要被分期轮流召集训练 但也有一些人可以免训 如公职人员学校在独生 非本部就业者和独生子及伤残衰落之 以及曾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员 训练时间为每天早上9点前和下午5点后 无论周末节假日连训三个月 镜头中的典礼台建在当时龙华飞行港的西首 中间的为主席台 主席台前有队联约 玉民于农于公渝商三代精神洋无 有民为之为人为友 十年教训有前师 主席台两色为来宾席 当日来宾还有保安总团长吉章姐 民训处处长李湘琦及上海市府秘书长于红军 和各局长潘工展徐沛黄沈一等 以及其他各界受邀人员近1200余人 现在分列室继续进行 每个方队都有军官带领前进 据现场统计 阅兵仪式共有大小关佐224人 由陶一山任总指挥 王维明、罗克伦和赵贵忠分任副指挥 上午9点左右阅兵结束 其在马上的总指挥陶一山指挥各队 在典礼台前集合 毕业礼现在开始 全场速立奏乐之后 待宣读完总理遗嘱后 受训公民要进行宣示 宣示完毕 接下来将进行毕业证及纪念章的发放 该环节受训公民保持队列 由各队队长依次出列前往主席台 在市长吴铁城手中 带领各队证书和纪念章 之后再由队长发放给队员 镜头中的吴铁城在发放完毕后 还进行了演讲 随后杜心如和杨虎分别做了训词 王小赖一代表来宾发言 最后由公民代表黄超达词 至上午11点整个毕业典礼结束 感谢观看